中國在過去歷史中有許多藩邦 終於來朝貢 對你好 即是你肯認中國皇帝做天子 你認做弟弟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和大家環顧一下 中國周圍有多少弟弟 越南已經認了弟弟 因為它已經正式公佈了 我永遠不會和中國對抗 即是認我做弟弟 這永遠是指現在可見將來 永遠都是一段時間 你不要以為真是無限場 在未來一段時間 我不會和你交交共 中國另一個弟弟 巴鐵 我以為是認弟弟 但是中國的外交政策 就是對任何國家平視 就不像以前 皇帝高高在上 你來朝貢要扣頭跪 跪低 沒有什麼 現在 絕對不會有什麼事發生 我說認弟弟就是 中國周邊國家 承認中國是一個強大的主體 不會再挑戰中國的各種利益 底線 紅線 我認弟弟是這個意思 巴鐵肯定認弟弟 他不會挑戰中國的紅線 越南認了 好了 我們現在還在任的菲律賓總統 大家聽到他講了很多話 他是抗美近中的 所以這個相等於認弟弟 不肯認弟弟的地方有什麼地方呢 當然是日本人 日本人不肯認 台灣 台灣是撐住 我死都不肯認 我是另一個中國 然後就是 韓國那邊 就 北韓就不用問都認了弟弟 南韓而已 南韓就覺得自己有一定的 經濟力量 不需要向你認弟弟先 但是 我想遲早 北韓都好像越南一樣 找些東西說一下 然後說我永遠不會 和朋友之類的 在海岸這邊 中國海岸這邊 那幾個國家 我已經說了 唯一的就是 日本 不肯認弟弟 住 什麼時候認弟弟呢 等他的經濟倒下 他現在經濟一直都沒有起色 經濟再壞壞壞 他能夠 尤其是當美國倒下 他一定會認弟弟 大家放心 到時 釣魚台島和 樓扣群島 都會回到中國的版圖裏 在北面 就有蒙古 蒙古國 就想不認弟弟 都不行了 他向北走 就是俄羅斯 去不到哪裡 只是去到俄羅斯 沒辦法去的了 向南走 就來中國 由中國可以出去 世界其他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 完全的賭國 好像當年 可以在 喜馬拉山中間 穿過去 侵略 全世界的機會 已經沒有了 而那條的路 即是 歐亞的通道 今天叫做一大 中國正在推行 所以如果他想 自己的產品 可以到處走 都要貼過來 一帶一路 所以 蒙古 認做弟弟的機會 都非常之高 我們剛才說了 在另外一邊 起碼 旁邊 有個三哥 三哥 譬如自己的民主大國 他就一定不會 認做弟弟 這是 性格問題 所以 兩個地方 不會的 我們看到 中國和俄羅斯 關係非常之好 不是 盟國 不過比盟國更好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兩兄弟 我這裡說 兩兄弟互相尊重對方的底線 不會挑戰對方的底線 紅線 這是我定義 什麼叫做弟弟 方便大家說 我重新說這件事 所以 基本上中國在這邊 搞定了 除了 日本 日本還有一個距離 有隔了一個海 沒有什麼事 隔了一個喜馬拉雅山 又有一個印度 印度 但是在巴基斯坦 旁邊還有一個 阿富汗 還有那些 斯坦那些 那些斯坦那些 既跟俄羅斯 保持友好關係 更加會和中國 保持更加友好關係 所以這一大堆弟弟都可以挺肯定 而阿富汗 塔利班 掌權之前 趕快走過去 中國 和外長王毅見過面 大家不明白什麼意思 而中國相信會幫巴基斯坦重建 在一個重建過程中 和避免地 不會超越中國的紅線 換句話說中國有另一個弟弟 另外我們知道有一個 上海合作組織 上合組織 上合組織圍著整個國家 這裡中間 只是一個 印度 不聽話 三國不可以 其他已經是中國弟弟 所以 中國回復當年可以說 天下 就指天之下 所有地方 而天子 其他國家 反方皇帝來朝公 朝公就不會再發生 因為中國不會再做這件事 中國的外交會和其他國家 保持平時態度 不會低視別人 不會搞搞共 但是 國家會尊重中國的底線利益 越來越多國家會做這件事 換句話說 現在除了在西方國家 還想限制中國的勢力 繼續擴大之外 我覺得另一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在很多地方 收了不少弟弟 收了不少弟弟 包括在非洲很多 中國去到非洲 幫這個國家 就是 收弟弟 是吧 這些將來 中國影響力的範圍 而將來 當這些國家 由發展中國家 變成發展 國家 時 中國市場 會很大 在長遠來說 我經常說 中國現在 現在這一朝 我們叫共產黨朝 什麼 這一朝 將會是中國 歷史上 最輝煌的一朝 當然 朝起朝落 一定有一年 在 不知幾年之後 三百年 五百年之後 都會下跌 不過 我目前看到 中國這一朝 或者共產黨朝 大家叫做共朝 總之 現在這一代 我相信 中國可以輝煌 起碼 幾百年 因此 現在很多 人們短時 認為中國 會不行 我覺得它真的很短時 長遠來說 中國一定崛起 因此 中國收了多少 只會越來越多 大家放心